有一天會把橋蓋到台灣 他已經畫好了 那個隧道都畫好了 他來蓋會比較快啦 我們不同意而已 全部放給他 對對對 其實他們在工程方面這幾年是土匪猛進 那這一條橋被英國的一個報紙 譽為現代世界的七大奇景 珠海的拱北關 對 過來這邊有一個 要做一個人工島 一共有四個人工島 然後往右轉到香港 往左轉到香港 往右轉到澳門 到澳門 對 然後一直到了這個大雨山 是 然後再跨到這個香港 過去如果從香港的大雨山要到珠海 那你繞到的話 可能要開3.5個小時 要從這邊這樣繞過來 對對繞一到要3.5個小時 現在30分鐘就過去了 那澳門也是一樣 所以這條橋 它一共花了700億的一個人 750億的人民幣 可是這麼長的 它沒有島可以支撐中間的那個 中間完全都是過海 那有一些海是用海底隧道 有部分是用海底隧道 那這個部分來講 是從2009年的12月15號 那一天開始動工到今年的年底 全部完工 那它厲害的地方就是它的跨距 它的整個跨距跨海的 差不多將近23公里 那23公里全部都在海上 所以以後你開在那邊 那邊會變成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景點 我八年前吧 對 有個大陸的朋友 他說 我們很快就可以 做你們台北的捷運了 OK 從泉州 我說你從泉州做捷運 怎麼做啊 所以我們泉州 拉一條那個到台北港 對不對 台北港 是不是 然後呢 從淡水上捷運 可以 從泉州然後淡水做捷運 到101都沒有問題 對 他們有畫三個那個海底隧道 我還覺得它在 不扯 海底隧道 而且他們才跟我保守的講 他說30年之內一定完成 對 三個海底隧道 一個在北部 一個在新竹 還有一個在中部 他最近的那個世界都在海裡 是從那個福州 就是平潭島到那個新竹蘭鳥 對 那個早就畫了 已經畫好了 早就畫了 他其實已經畫好了 他說他們蓋一半 看我們要不要 想問一下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條橋也很厲害 港珠澳大橋 他這樣蓋下去 我覺得他有一天會把橋蓋到